大家好,又到了槐花大量上市的季节 一到春天,要不吃上几顿,总感觉少点什么 这次给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新手的面食 用筷子搅一搅,手不用粘面就能做 这些是刚从老家摘回来的槐花 如果去市场买的话,咱们要挑选那种四开非开的 这种香味比较浓郁,营养更丰富 一串一串露下来以后,用流水冲洗两遍 槐花在生长的过程中,不需要喷洒农药 咱们也不需要用盐和食用碱来浸泡 洗好以后,控水盛到一个大盆中 打入三个母鸡蛋备用 准备两段香葱,先竖着一分为二 再把它切成细腻的葱花 切好以后,跟槐花盛到一块 加点胡椒粉,可以去掉蛋清味 一小勺五香粉,适量的食盐调味 用槐花,不管是做哪种美食,都不要放太多的调料 不然会掩盖出槐花本身的鲜香 搅拌均匀以后,先加入50克玉米淀粉 100克葡萄面粉 500克槐花搭配这些玉米淀粉和面粉正好 中间不需要再额外加水 最后搅拌成这种粘稠度就可以了 点面生预热以后先关火 抹上一层食用油 比平时烙饼的稍微多一点 再把调好的槐花全部倒进来 先用铲子把它整理成一个圆饼 轻轻的按压几下,让里面的组织更加紧实 在饼的表面也抹上一层食用油,锁住水分 然后盖上盖子,上下盘中火烙三分钟 中间不要打开盖子,也不用翻面 哇,真的是太香了 时间到了以后,你可以按压几下 感觉很有弹性,就说明里面熟透了 取出来之后,切成大小合适的块 就可以上周享用了 吃的时候还可以像吃饺子一样 调一份自己喜欢的蘸料 这样做的槐花鸡蛋饼入口非常浓郁的槐花清香 槐花的营养一点不会浪费 这个做法非常适合面试新手 手不用粘面 就算早餐想吃也来得及 喜欢的话,快把视频收藏起来 试一下吧 我是大飞,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